春天如果你的三角梅长得像这样 枝繁叶茂 它是不容易开花的 说明它淡肥太多了 或者说明雨水太多了 那么怎么能让它开花呢 交给你三招 第一花盆的土太多 土太深 不容易开花 浇一次水呢 不容易干透 所以呢 它就喜欢枝掌枝叶不开花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从表面 挖掉几厘米的土 只要不伤到 它的根系就可以了 土少盆小 三角梅呢就喜欢开花 你看被我挖了五六厘米 第二招可以去掉一些大叶片 只留一些小叶片 这样它的芽点呢 容易被阳光照到 它就容易形成花芽分化 下次等它芽点长出来了 再把剩下的老叶片呢 摘掉 摘掉老叶片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的枝条呢 被阳光照到积累磷甲肥 更有利于后期的开花 第三步 增加光照 当它的叶子发软发粘了 再去浇水 而且呢 湿醋花肥 我常用的是磷酸耳青甲 一克肥 对一千毫升的水去灌根 像叶子很肥大的花呢 可以每次只浇湿一半 这样呢 更有利于它的干湿循环 当然了 在控水 粗花期呢 一定要选择晴天多 雨天少的时间去进行 这样呢 才会有效果 如果一直下雨呢 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叶片肥皂的品种 这样呢 反复 折腾几次 它就会有小花苞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中国红的小花苞 有了小花苞之后呢 肥料改成 一克磷酸耳青甲 加一克花朵朵一号 对于两千毫升 每周呢 灌根一次 一定要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这样它的小花苞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最后呢 花开满枝 当然呢 很多琴花的品种 如广红莹 张红莹 口红 叶子边 加州黄金 绿莹 等呢 也不需要这么折腾 只是那种叶子肥大的 南花品种呢 这样折腾的更有效果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的点赞和观众散会